哈喽大家好 今天介绍一台6P 重摔 尾叉耳机接触不良 冲不上电发烫 屏幕左上角发黑 触摸不灵敏 开始维修 咱们把手机拿出来 一打开我心都凉了 这里的屏蔽罩上架没给装 屏蔽罩底下用棉花垫上的 啥屏蔽罩都没有 就这一块主板 咱们开始维修 经检测 U2损坏漏电 咱们开机开一把电流 漏电200毫安 咱们把屏蔽罩拿下 全新U2装 全新U2装回测试 已经没有组织了 查看开机电流 80毫安起跳 正常 开机发现屏幕左上角 确实黑屏 变换全新屏幕测试 左上角不黑 屏幕问题 咱们回刀看一下这个屏幕啊 这个屏幕它用胶带纸粘上的 咱们撕开 咱们给它换个屏蔽罩啊 这两个螺丝它还打上了 咱们给它刚换一个屏蔽罩 把它这个叉的螺丝 跟这贴纸全冒不齐 开机测试啊 充电充电 现在是没有问题啊 充电 声音也有 触摸 测试吧 触摸 ok 就这个左上角黑屏没修好 因为它是屏的问题